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章 总论 先看一下这一章的基本情况 首先 咱们今年第一章有起码50%的内容是教材全新增加的 其次 预计这一章未来在每套考卷里分值会在10分左右 并且是十分往上的可能性恐怕更高一些 所以在这里 首先请大家要给第一章必要的重视 咱们第一章是重视它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送分的章节 那要忽视它的话 未来就转化为一个大麻烦 这一章分值不低的 那为什么说只要我们重视它 它就会变成一个送分的章节呢 因为这一章我们未来考察是以小题目考察为主 题目会比较基本 这一点大家放心 虽然我在这里写个别考点可偶尔涉及主观题 但真的就是个别偶尔而已 起不了大波浪的 大方向我们第一章就是朝着应对小题目 基础题目的方向来努力就可以到 至于说偶尔可以涉及主观题的个别考点 咱们未来涉及到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专门指出了 您再适当关注一下就可以到 好 那接下来 这一章的教材变化 咱们结合上章节单元框架 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来看图 咱们第一章一共是三块内容 第一块就是第一单元 法律体系 这块内容比较简短 我们教材今年对法律体系的内容整个重新编写了 从内容到考察角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第一部分就视为全新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部分是围绕行为展开的 包括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制度两个单元 那第二部分 今年教材基本没有调整 比较稳定 可关键 今年第一章教材的主要篇幅在第三部分上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那经济纠纷 我们有两大类 民事争议纠纷和行政争议纠纷 那民事争议纠纷 主要解决途径是仲裁 民事诉讼 那仲裁这个单元 今年有一些细微的小调整 整体来说变动是不大的 可民事诉讼这个单元就新加了非常多的内容了 第五单元 民事诉讼 您干脆把它当成是全新的来对待就好了 好 那仲裁和民事诉讼都要考虑到 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诉讼时效制度单列一个单元来进行介绍 所以民事争议纠纷的解决就是三个单元的内容 好 那接下去 行政争议纠纷的解决 第七单元 行政复议 第八单元 行政诉讼 这一整块内容是今年教材全新增加进来的 并且它并不是简单的从初级磨过来而已 这里头比原来这块内容在初级当中的时候 要加深了挺多 尤其是行政诉讼的部分 所以整体来讲 咱们第一章今年就是第一单元 第五单元 第七 第八 这几个单元基本算全新的 内容篇幅起码是占第一张的50%的 所以第一张虽然张明没改 也还摆在最前头 今年变动是挺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看新书 听新课 做新题 好 思路收回来 其实黑板上这个图 看教材变动是次要的 再怎么变 反正今年摆着就这些内容 咱们都得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图最重要的价值是 把第一张的知识体系数要先建立起来 经济法的话 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养成好习惯 每个章节进去都把知识体系数先建立起来 每个单元进去把知识体系数梳理梳理 再埋头进去学考点 不要说一头就扎进去 最后把考点全部学成一个平面 乱成一锅粥就麻烦了 把体系梳理一下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念到了这么久 第一张的体系您到底建立起来没有 自己要摁一下 好 我们讲第一张是几个大部分呢 三个大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叫法律体系 内容不会多 我不展开了 然后第二部分叫行为 行为会介绍两个单元的内容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制度 好 第三个部分是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纠纷有民事争议纠纷和行政争议纠纷 两大类 民事争议纠纷 我们有两个主要的解决途径 一 仲裁 二 民事诉讼 那不管是仲裁还是民事诉讼 我们都要考虑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这是民事争议纠纷这一部分 行政争议纠纷呢 两大解决途径 一 行政复议 二 行政诉讼 所以您自己要把这个体系稍微摁摁 听经济法的课 它是这样的 因为我说的都是中国话 普通话 还行吧 还凑合 所以听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懂的 一定要在必要的地方停下来 自己稍微整理一下 听是好像听懂了 从耳朵里飘过去了 进脑子没有 如果没进脑子的话 要停下来 稍微梳理一下 然后再往前走 如果一直都是从耳朵边上飘过去的话 未来就白听了 好 不多说 自己感觉感觉学习方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章的 第一个大部分 也就是第一单元 法律体系 那法律体系这个单元就两个比较机械的考点 我就不在这念到了 直接看第一个考点 法律体系 那么这个考点 大纲是要求熟悉 大家知道 咱们考试大纲对各个考点是提了三个层次的要求 有的是要求掌握 那大家懂 肯定是最高要求 对吧 第二顺位的要求就是熟悉 最不重要的就是那些了解的点 好 掌握熟悉了解 咱们法律体系这个点 在大纲里要求是熟悉 而不是了解 所以别到时候考出来 您说 初提老师你出篇了 没有 人家立马把大纲拍出来给你看 我可是要求熟悉的 有的东西您觉得不会考 实际上人大纲里头写的非常明白 熟悉呢 完全可以考你 我们来看第一个表述 提到法律体系 它只包括现行有效的国内法 好 法律体系 注意 别跟您在其他考试里学的什么 法律渊源去混在其 我这聊的不是法律渊源 是法律体系 那法律体系只包括现行的 有效的国内法 反方向它不包括历史上已经废纸的 已经不再有效的法律 也不包括国际法 好 这个点我们要考虑应对判断题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有一些看起来很文字的点 您一定要把考察角度和自己容易混的地方反映过了 首先 同时备考其他考试其他科目的同学 我这里聊的不是法律渊源 是法律体系 这词 有的同学是会构成混淆点的 自个儿瞪大两眼看清楚 我这聊的法律体系 只包括现行的 有效的国内法 不包括历史上已经废纸的 已经不再有效的 也不包括国际法 判断题坚决不能出错 也被想混 好 往下走 那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主要是七个法律部门 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来构成 那七个法律部门 指的是哪七个法律部门 这块呢 教材的篇幅还是比较长到 教材也做了很多细致的列举 但是背不住 背不了那么多东西 只能是理解 理解了之后 未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选择就可以了 所以来我们来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法律部门 叫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那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它解决的都是一些比较根本的东西 什么国家制度啊 公民基本权利啊 这种东西 它会走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这个部门 那么首先打个书名号里写宪法的 咱们国家就一部 全国人大制定的最高法律效力 根本大法 谋法 宪法 这公民基本常识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部宪法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是什么 宪法相关法呀 举个例子 人民法院组织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这些是属于宪法相关法来的 好 那您不用背啊 说赶紧 把那个笔记记在旁边 别记了 停吧 听进脑袋里头就可以了 连这个东西你都要记在笔记里的话 未来经济法那本笔记呀 会花里胡哨的 最后看不到重点 别瞎记笔记 好 听懂就可以 往下走 第二个法律部门叫民商法部门 那大家会看到民和商 这会儿被摆在一起 对不对 前面讲前言的时候 我们说商是唯利是图的 民不一定 可为什么现在摆在一起了呀 很简单 不管你是民还是商 地位是平等的 企业和企业之间 呃 赞人和赞之间 企业和赞之间 这都是平等主体之间 这是民和商的共同特点 那民商法 民的话 像我们考试范围内的 这个第四章物权法律制度 第五章合同法律制度 包括我们下一个单元 马上要学到的 关于什么民事法律行为啊 代理制度啊 它是民法点总责编里头的内容 这个都是属于民法的序列 啊 然后商法呢 像第二章公司法律制度 我们前面给大家归结体系的时候 说它是商势主体 对吧 商法的序列 同理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商法的序列 再往下走 第六章我们讲 它讲到了四个商势行为 票据 证券 保险 信托 这个都是属于商法的序列 那未来考试的话 我想最主要还是考我们 考试范围内这些法律 它到底是属于民法部分 还是商法部分吧 所以大家听知道一下 好 那紧接着第三个法律部门 叫行政法 行政法最大的特点是 它规范行政主体和 相对人之间的这种行政管理关系 典型的行政法 行政处罚法 它在规范税务局 怎么处罚企业的问题 怎么个程序合法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 您会发现 都是谈这些衙门 行政主体 怎么来对它的管理对象 企业啊 自然人啊 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 所以这是行政法 那经济法 咱们这个学科 可叫中级经济法呀 学的都是经济法的内容吗 不是的 咱们在法律部门的经济法 学的是 国家的手 干预经济的相关法律制度 归入经济法的序列 您比如说 反垄断法 很典型的经济法 反垄断的问题 是国家的手在干预经济的过程的 还有像我们后面谈到的预算法 预算法律制度的内容 是典型的经济法 国家的手干预经济的过程 好 那紧接着 社会法这个部门 那是社会保障这个方向的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社会法的序列 然后刑法这个部门 那是管什么的 管犯罪行为的 侵犯公共利益的 所以我们有一部法律 打说明号 叫刑法 刑法这个部门 法律部门 刑法这个部门 或者您现在可以这样想 这个法学院里面 刑法系里头主要在学什么 学书名号里 刑法这个文件 能想象出来吧 法律部门 那个系 学什么呢 学书名号里 刑法这个文件 好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学习范畴 然后紧接着 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 那我们有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还有刑事诉讼法 非诉讼程序法 像我们要学这个 仲裁 行政复义 它就是非诉讼程序法 诉讼的话是跟法院打交道 仲裁 适合仲裁委员会打交道 复义 主要适合上级行政机关 去打交道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七个法律部门 大致都搞些什么东西 有没有听懂 不要去被教材那些 详细的列举性的东西 我们是整体的 把这七个部门 各解决什么问题 走什么大方向 理解 然后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学习范围内的 这几个大章节 分别是民的 还是商的 还是经济法部门的 就可以了 好 您在盯着黑板上 我刚才打了一个比方 说有些是要打个书名号里 然后写宪法 写刑法的 这些叫什么 叫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 具体的法律文件 好 聊到这个地方 您盯着黑吧 刚刚我打了一个比方 说我们法学院里 有一个系 叫刑法系 您可以把这个刑法系 想象成 这是一个法律部门 那么这个系里头 主要学哪份文件呢 要打个书名号里 写刑法 对不对 所以打书名号里头 刑法 书名号里头 宪法 这个是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件 具体的一份文件 和这个系主要在学刑法 这个系主要是民伤法 它不一样 能感觉出来吧 好 先感觉一下 下一个点我们会涉及到 好 这是七个法律部门 那么接下来 看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 首先呢 是法律 法律像我们的民法典 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 这都是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简单了解 然后紧接着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好 地方法规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 好 这些是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那么一般的地方叫地方有法规 如果这是民族自治地方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那制定出来的要考虑叫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好 那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运法规 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 三个层次的 法律规范 大家有个印象 好 七个法律部门 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 我们往下走 来看第二个点 这个点 在中级考试里 比上一个考点要重要一些 虽然大纲 也是要求熟悉 那为什么我说重要一些呢 凭经验判断出来的 因为前面这些内容啊 其实我们在初级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 咱们的下一级别的考试里 他考 不管是法律部门 还是这几个层次的法律规范 在那儿 他讲的更细致 考的也更多 那么在此基础上 终极延伸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看第二个考点 我判断的话 应该是第二个考点 出现在中级考试里的几率会更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 这个教材本身有一道立体 就已经涉及到了 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时候 主要标准是调整对象 你比如说把调整行政主体 像税务局和管理对象 企业之间这种行政管理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 就给它叫做行政法部门 对的 行政法系 它主要学这些处理行政主体 和相对应之间行政管理关系的 法律规范 明商法系学什么 主要学怎么搞定 企业和企业之间发生的各种事情 自然人自然人之间发生各种事情 法律规范 所以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 最主要是按调整对象不同来划分 未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形成一个 机械的单向选择题的点 那次要标准呢 次要标准是调整方法不同 大家知道 要是违反民事法律制度的话 调整方法是比较温柔的 自行调节 违约了 叫不告不理 对吧 你们两个企业签了合同 一个企业违约了 守约方要不找人民法院的话 法院不会狗咬耗子 非得跑过来管你这破事的 不会的 这是民事终于纠纷 咱们一般是自行解决 但是 要是外头杀人抢劫 犯火 这些是什么 直接侵犯公共秩序 公共利益的 那刑法就出头了 刑法 它是抢制干预的 属于刑法管辖范围的 有少部分 也是要自己来告的 但是绝大部分是 国家公权力 国家暴力机关就要介入的 所以这块 咱们一定注意 它的干预手段比民法要强烈的多 所以 像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哪个责任是最严格的 说咱 偶尔违约正常 赔点违约金 偶尔闯个红灯被罚点款 也正常 对不对 没人当你的坏人吧 但你要刑法犯罪了 蹲监狱去了 那基本上我们都是 会觉得这是一个坏人 有这种 这种基本的判断 所以刑法是最严重的一种惩罚 最严重的一个责任 刑事责任 当然民事赔偿 我们是主体 刑法一犯的话 一般都是比较严厉的人身惩罚 什么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等等 好 那调整对象是主要标准 调整方法是次要标准 单项选择提问 区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要会选 好 再来看 法律部门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那个系和那个文件 那个书名号里的东西 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虽然像刑法 我们经常会把 这个刑法直接就用来命名 刑法系 就是有的法律部门的名称 是用该部门最基本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名称来表述 是的 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有更多的情况是 一个法律部门通过多个规范性文件来表述 比如说名伤法 我们随手一抓我们学习范围内 民的 民法典 商的 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 等等一堆 所以一个法律部门里有N个文件 N个书名号 还有倒过来 一个书名号里的东西 它也并不是只包括在一个法律部门里 教材举的例子 说森林法 森林法要是在界定林牧所有权归谁 这个是民商法律部门 林牧未来我们会学到 它属于不动产的 那这个书归谁 这种规范是民商法部门来解决的 如果说乱砍伐林牧 那我们要怎么行政处罚 或者发放这个林牧砍伐许可证 怎么发放 那个是行政法部门的事情 如果是构成乱砍伐这个犯罪了 倒罚林牧犯罪行为了 那么刑法部门就出动了 好 这页PPT的两个表述 要注意 要么就是选项 要么就是判断题 比较重要的一个出题角度的 一个部门N个规范性文件 一个规范性文件 可以涉及多个部门 当然我们有的部门的名字 就是拿最基本的那份文件来命名的 存在 总体来说 部门和文件 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明白着 非出一个多项选择题 这就是四个选项了 但是分解成判断题的风险可能更高一些 那这块东西是我们中级这里讲的 初级不涉及 所以在我们中级这出题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好 往下走 第三 经济法部门 这个我前面给大家已经谈完了 咱们学习范围内的 其实主要是民商法部门的东西 咱们经济法部门主要是涉及一个 预算法 国有资产管理 还有后面的政府采购 这个国家的手去调控的这种意味比较多 好 这个知道一下一个基本观点就可以 那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单元 法律体系 大纲要求不低啊 熟悉 那这一块死背的话 用不了俩小时您就忘了 所以我还是展开给大家解释 希望您是能理解 未来哪怕忘了 还是能够做出基本判断 那么整个单元呢 一道判断题 大家要清楚 法律体系是现行的有效的国内法 好 两层标准 主要标准是调整对象 次要标准是调整方法 这样我们来划分法律部门 好 一组关系 法律部门和规范性文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有的部门拿基本文件的名称来命名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一个部门里有N个文件 一个文件里可能会涉及多个部门的范畴 好 那么这个单元怎么就是一道判断题两层标准和一主关系 三个要求大家把握好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进入的时候要带着框架体系进入啊 我们讲到哪了 第一章 第一部分 法律体系已经结束了 第二部分 行为 行为是两个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 还有代理制度 现在要进入的是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民事法律行为这个单元啊 考点几乎是并列关系 您别着急 咱一路走 一路消化 消化到最后您会发现 这个单元学到底 就是把我们那个 综数的表格给看懂 看透 整个单元就结束了 所以您别着急 这个单元消化理解过程 可能是比较长的 但这一遍过去 真能消化理解了 后面就只剩看一个表的事情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民事法律行为 概述 这个虽然叫概述 大纲叫掌握 所以您别自己想 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 您看看大纲要求 这个是掌握 所以好好学 人考你是不带商量的 来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说 民事主体通过一丝表示 设立变更终止 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嗯 怎么理解 说 如果您要界定一个行为 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话 首先 它要影响 民事法律关系才行 如果对民事法律关系 没有任何影响 不要界定是民事法律行为 你比如说 山盟海誓 山盟海誓不要戏 那是道德范畴调整的事情 一定 抓紧时间登记去 一登记 建立婚姻关系 那是民事法律行为 啊 那个才是有保障的 一定要知道 紧接着 说打扫一下卫生 这种纯事物性的行为 那 不会影响关系啊 打扫完了 就是 大家看起来舒适一点 到处干干净净 如此而已 所以一个行为 要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话 一 一定要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好 紧接着 第二个层次 要通过一丝表示 来影响关系 也就是 一丝表示 决定行为的后果 如果行为的后果 是法律直接规定好的 那不叫民事法律行为 那叫什么 那叫事实行为 叫事实行为啊 来我们感知一下 首先 实得已失误 实得已失误 要么交还施主 要么交给警察叔叔 这是法律规定好的呀 你要我的意思表示的话 实得已失误 归我所有 能吗 不能 交还施主 或者交给警察叔叔 否则 您构成请站 好 再来 建造房屋 你要是我的意思表示 从我盖第一块砖头开始 这个就所有权归我 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 后面我们学物权法律制度 您会知道 要合法建造 首先 其次 要建成的时候 才归我所有 您想 违章建筑 也要归你所有 不行的 所以这个不是意思表示决定的 建成房子之后 后果 是法律规定好的 合法建造 建成志气 取得所有权 好 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 你要我的意思表示 随便出去打人 随便出去抄袭别人东西 然后 不用赔钱 我的意思表示 可能吗 法律规定了 该打人 赔多少 怎么赔 赔哪些项目 规定好了 你侵权 怎么界定的 要赔偿哪些损失 规定好的 你不想赔就不赔 哪有这么简单的 所以 侵权行为 属于事实行为 再来 创作行为 那创作行为的话 我们意思表示是 最好我的著作权 保护 一万年 对吧 我们的意思表示 可事实呢 事实法律规定是 作者在世 肯定保护他的 这个著作权 作者死后 著作财产权 可能就保护 N年的时间 所以 不是 你想保护几年 就能保护几年的 好 收 不管什么例子 在这里要体会的是 如果后果 它是由法律规定好的 那么不应该界定为 民事法律行为 应该界定为事实行为 是会影响一定的关系 但后果不是意思表示决定的 就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那再收 我们再解释什么 民事法律行为怎么界定 一 要影响关系 二 是以意思表示影响关系 意思表示决定后果 对吧 好 一定是理解 不要死背 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叫单选题 但是我给大家列了好多选项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说 一道一道的这个题目 给大家去这样陈列 就是考一个内容 然后N个这种例子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来各项中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是 A 赵某观测星座 好 两个手指头竖起来 影响后果吗 影响关系吗 什么来决定后果 影响关系吗 不影响啊 举着望远镜 观测星座 观测完了就观测完了 没什么后果 我每天晚上都观测一下 没有后果 所以它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连关系都不影响 不界定为民事法律行为 B 前某向机场引导问询机器人 问个路 问完了我这跟机器人建立什么关系了 没有啊 我们俩没关系 问完了我就清楚了 我就走了 不影响关系 不较民事法律行为 C 孙某在家电城购买了一台洗衣机 这个是孙某和家电城建立起来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然后这个买卖合同关系 他买什么东西 买多少台 花多少钱 完全是孙某和家电城一丝表示达成一致去决定的 来 两个手指头 一 影响关系了 二 后果是一丝表示决定的 所以这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D 李某捡了一钱包 嗯 我们说捡到钱包 后果是法律规定好的 要么交给施主 要么交给警察叔叔 这是实得一失误 是一个事实行为 再来 周某在自己合法取得宅基地上 修建了一栋房屋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合法建造行为 法律规定从建成开始取得所有权 后果是法律规定好的 它是事实行为 而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F 吴某种了一棵果树 种完了 我拥有这棵果树的所有权 影响关系 可是 这个 我拥有果树的所有权 是法律规定的呀 包括这果树 未来长出来的苹果归谁 法律也规定好了 一般 谁的果树 这苹果就归谁 没有约定除外 所以这一块 它是属于什么 法律规定好后果 事实行为 不是法律行为 好 郑某创作了一部科幻小说 那他是想保护一万年 没这么便宜 法律规定好 保护哪些层面的权利 保护多久 所以他是个事实行为 H 王某未经许可 在自己的产品上 使用他人专利 那这个是 请权行为 你侵犯专利权了 那么要承担什么责任等等 是法律规定好的 所以它是一个事实行为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民事法律行为 这道题目只能选择 C学下 好 这是我们谈民事法律行为 界定 其实呢 给大家铺展出去讲 就是希望您理解 那我真正理解了之后 这块 你有没有又在乱记笔记 不要乱记笔记啊 这块笔记就是 我们在前面 来 利用讲义做笔记 这个一定要学会的 要不然经济法 到而回来翻讲义 不知道看哪 后面的这一堆 虽然我写了很多字在这 其实你听懂就行 你也不要在这背 使得隐私物建造房屋 知识行为 这都是傻瓜干的事起 真正理解了之后 干什么事 就是这个地方标示一下 一 影响关系 二 后果是意思表示决定的 那么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 回头看 主要看这两个层次 这两根手指头 明不明白 不明白 再往下看 明白了 这个点就可以过了 所以不要乱做笔记 把那课堂笔记也好 轻易也好 给我画的到处乱七八糟的 最后看不出重点来了 收 不啰嗦了 看第二个层次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那么首先 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需要几方一丝表示 分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还有决议 那双方和决议 这个是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其实就是一方一丝表示 就能决定后果的 比如说委托代理的撤销 那我委托这个律师 看不顺眼了 我不委托他了 撤销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说了算 无权代理的追认 说您 无权代理我 出气包买了一大堆吃的 回来我一看 哇太好了 正想吃呢 好 我可以主动追认 说您 替我买的这个东西 这个合同有效 完全可以 我一方说了算 不用您同意 这种叫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最典型的就是 合同 所有所有的合同 不管它是有偿的 还是无偿的 都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最典型的就是赠语 有同学说 赠语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 一定要理解好 赠语合同是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举个例子 您就明白了 说这会儿 我给你送一个大钻戒 你敢收吗 吓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愿意送 还得一个愿意收 这个赠语合同 才算成立 所以一定是两个巴掌派一块 合同才算成立 合同行为 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好 那赠语合同 未来我们会讲到 它是无偿的 同时它是单误的 送别人东西的人 负有义务 人家收的一方 没什么义务的 就收就完了 所以赠语合同是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但它是单误合同 好 决议 决议的话 它的特点是 按照 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 决议规则 来通过就可以了 所以像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有的可能是 出席会的股东所持表记权 过半数通过 这份决议就算成立了 有的可能要求 说出席会的股东 所持表记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就这份决议就成立了 但是呢 决议成立了之后 对全体成员 或者说对这家公司 它是都有约束力的 股东大会这个决议通过了 你一个股东不同意 这份决议其实对你是有约束力的 要感知这个过程 跟合同对比 合同两个巴掌拍一块 成立之后 对我们俩都有约束力 但决议 它不是一定要所有巴掌拍一块 才能成立的 过半数 也许三分之二以上 就算通过了 但通过了这份决议 我们就要执行它 对我们这家公司 对我们这个股东大会的所有成员 它都是有约束力的 好 那解释到这儿 您别就在这儿停 一定是冷静想一下 单方双方决议 我在强调什么 有些可能已经是您尝试里头的东西了 有些不是 比如说赠与合同是双方的 但它耽误的 您得自己理解一下 稍微做点小笔记对不对 记旁边就行了 清晰的记 决议如果考 考什么考怎么着就通过了 但是对大家都有约束力 好 往下走 我们可以把民事法律行为区分有偿 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不用解释了 往下走 还可以把民事法律行为区分为 要是非要是民事法律行为 那我们最典型的要是民事法律行为 就是票据 票据是要按照法律规定 该记载什么东西 记载什么东西 如果有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没有记载 很可能这个行为无效 有些行为无效会导致整个票据都废止 好 那要是平时说老大爷去菜市场买个大白菜 你说这必须签一个书面合同 大爷立马跟你干起来了 平常的这些小合同是非要是的 但是像保证合同啊 抵押合同啊 融资租赁合同啊 这种大合同 往往都要求要是合同 签书面合同 好 听懂就行 往下走 我们有祖重民事行为的区分 那我们会看到 借款合同和他的担保合同 假向银行借款 A来提供保证 或者B拿一个房屋来抵押 那么A来提供保证 A和以之间要签订保证合同 那借款合同是主合同 保证是为这个借款而产生的 所以它叫从合同 理解就行了 没有必要死背 也没有必要把我这个图给记在笔记里 反复强调 不要把讲义给画花了 整个分类这里 最主要就是 单方双方决议这里 一定把它瞩磨清楚 个别小笔记记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会不会做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是 A 假企业以企业签订设备满卖合同 我们强调任何合同都要求两个巴掌拍一块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赠予合同都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好 B 以捡到一部手机 这不实得一失误吗 它压根就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它是一个事实行为 实得一失误 要么交还施主 要么交给警察叔叔 连民事法律行为都不是 我们就不聊单方双方了 C 并撤销了对其代理人的委托 那这个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委托不存在了影响关系 二 撤销吗 意思表示决定后果对顿 但是是我秉说了算 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D 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 这个完成发明创造会产生什么后果 你想有什么专利申请权 或者你不想有是单位想有专利申请权 法律规定好的 所以这块它是属于事实行为来的 完成发明创造和写了一部小说一样 后果是法律规定好的 是事实行为 所以这个题只能选择A选项 你看我们前面就没有提到 完成发明创造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不能全去背去 全去背去的话 那这经济法就东西太多了 一定要理解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理解基础上 清晰的分一下 自己哪还需要背一下 然后形成你的课堂笔记区 好 我们 概述部分就给大家聊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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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